拜登此次中东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说服沙特、阿联酋等国提高石油产量,以抑制油价 但是外界甚至是美媒都不太看好拜登的球油之行 我们从几个细节来看端倪 首先沙特的态度似乎不太积极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拜登几次想给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和沙特王储本·萨勒曼打电话 都被无情的拒绝了 随后拜登又想趁着开季七峰会和北约峰会的档口 顺道访问一下中东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实现 被推迟到7月单独再去 有外媒猜测可能是沙特方面不愿意接待 季七峰会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马克龙私下告诉拜登 我刚打完电话沙特可能可以增产一点 但是增不了太多 没想到这句话被摄像机明明白白的给拍了下来 在行程终于敲定之后不少美媒却又不乐意了 觉得拜登此行犹如美国的道德权威 当年拜登因为卡书籍事件大骂沙特是贱民国家 如今却因为一点石油登门求救 道德感去哪了 价值观去哪了 别的国家会怎么看待美国呢 拜登真的很难做 左右不是人 上周六他破天荒的在华盛顿邮报撰文 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去沙特 拜登写道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同意我去沙特 作为总统我的工作是保持我们国家的强大和安全 而要做到这些事情 我们必须和可以影响这些结果的国家接触 鉴于强大的舆论压力 拜登出发前表示 此行不是去见本萨勒曼的 而是和中东多国领导人一起开会 其实美沙之间产生摩擦并不奇怪 毕竟沙特和其他的传统盟友不同 和美国在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方面呢 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不过由此可以判断拜登无功而返吗 这倒也未必 因为从更长的时间为度来看 美沙两国的关系基本保持稳定 当然了 这种稳定是建立在石油这一特殊战略资源之上的 77年前 历经二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认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 也曾向沙特求游 他在美国的驱逐舰上 秘密会见了当时的沙特国王伊本沙特 双方达成了石油换安全的合作模式 因此拜登能不能求游成功 主要还看石油换安全这一模式是否依旧有效 我们再仔细看一看拜登的这篇文章 他除了谈为什么要去沙特 更着重去谈的是地区安全问题 包括伊核协议 拜登在文中特地写了这么一段 周五我将成为第一位从以色列飞往沙特的美国总统 这将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一个小标志 在吉达地区各国的领导人将齐聚一堂 期待一个更稳定更融合的中东 而美国将发挥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这意思已经非常直白了 就是美国依然对中东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也愿意继续支持沙特的地缘政治需求 当然反过来看美国也需要沙特 不仅仅是需要沙特的石油 也需要利用沙特来牵制伊朗 虽然拜登和本萨勒曼不对付 但是利益让两国没有办法彻底撕破脸 自1945年以来美沙关系几度经历臣服 阿易战争 伊朗伊斯兰革命 巴以问题 反恐战争 伊核协议等等 让两国的关系时而亲密 时而疏离 但是77年间双方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矛盾调解机制 即便摩擦不断 依旧彼此借重 所以拜登能像他的前辈罗斯福一样求由成功吗 我想以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国家恐怕还是会给一点面子的 因为利益终究是利益 不会像所谓的价值观那样不堪一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